对于当时在16岁的时候 开始赢得了奥运的金牌 今年他不过26岁 他已经知道他的体能过了高峰 所以在上礼拜 他已经几乎是用半哽咽 但是他说我不要哽咽 我也不要哭泣 这是我最后一场参加的奥运会 这将是我人生的告别秀 这个礼拜上帝听到了他的祷告 听到了他的祈祷 最终菲尔普斯在这个礼拜 夺得了两个金牌 然后就是正如他对所有的人承诺 抬头挺胸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游泳池 盖着吉田音乐 让菲鱼能够将外界隔离 倍加专注 节奏性强烈的嘻哈饶舌乐 更让他浑身每个细胞 与每条神经蠢蠢欲动 为之振奋 枪鸣声响起 一跃入泳池就是全力冲刺 就像8月3号 奥运男子100公尺跌势竞赛 51秒21率先抵达终点 比南非小将乐克洛斯 至少0.23秒 但是因为这0.23秒的瞬间 他报了早先200公尺碟式 区区第二的一箭之筹 奥运第17面金牌到手 奥运个人项目第2的三连霸完成 而这也是他个人赛的完美收工 昨天400公尺的复合接力 菲尔普斯与他的队友 证明了美国队 仍然是游泳项目的世界霸主 菲尔普斯开心展示 到手的奥运第18面金牌 20年的游泳人生光荣泄目 再次刷新自己创下的奥运 得牌数记录 依照惯例冲向了观众席 他最后一次接受妈妈代笔 丢下来的花束 我们都知道 菲尔普斯小时候是个过动儿 而独立抚养儿女长大的代笔 绝对是他之所以能够蜕变成飞鱼 背后最强大的支柱 因为他对这块心头肉 永远耐心信心十足 说得可轻松 代笔这几天随着儿子的表现 输了跟着他一块错愕沮丧 赢了就陪他欢呼呐喊 他对儿子的爱我们全都看得到 幸好飞鱼这回奥运有如倒吃甘蔗 最终已史无前例的奥运18斤荣耀退休 国际游泳总会马上颁发特别奖 史上最伟大奥运选手 握着银色奖杯的他 跑向池边拥抱这位银法大叔 在他耳边丁语着 我爱你 大叔不是别人 正是飞鱼推手 The one and only的 菲尔普斯教练 Bubble Bauman Bubble Bauman在飞鱼11岁时 就告诉飞鱼的母亲说 你儿子2004年奥运会出头 2008年将打破世界纪录 果真是慧眼是英雄 只是这对搭档一开始却互看不顺眼 我心里有点害怕 我说我不能在买鱼 他太瘋狂了 我永远不会在买鱼 没可能 他说我不能在买鱼 他很小的 他跑过来 在泳鱼都在买鱼 他不在买鱼 然后我们能在买鱼 结果一扎眼 16年过去了 Bubble Bauman不只是严肆 你认为我会给你一个比较转的游泳 还是你认为我会给你一个比较转的游泳 他更是挚友 两个人可以互相吐槽斗嘴 最重要的是 Bubble Bauman更陪着沉默寡言的菲尔普斯 走过了每面奖牌 每项记录 以及酒驾大麻丑闻缠身的不光彩时刻 谁不犯错呢 重要的是知错认错 知错能改 因为不完美 剧本才有高潮起伏 只是再如何的唱作剧家 扣人心弦的戏 总有落幕的一天 而这一天菲尔普斯淡定地下台一鞠躬 Bubble Bauman说自己不甘心 其实是他鼓励这位高徒多去旅行 多去体验人生 怀疑舍不得的是粉丝与媒体 怀疑的同时 媒体倒是开始替他规划人生新方向 自然也有许多人关心起 这位黄金单身汉的终身大事 巧妙应对记者的陷阱问题 只是这句没有女友说 似乎比退休声明还要欠缺说服力 隔两天她带着一位金发辣妹 盛装参加奥运派对 这位美美立刻被人肉搜索 是来自加州的妈的梅根洛西 他叫做鸭 可能因为他给了鸭鸭招 这位秘密女士 她在奥运竞争参加了 她叫美根洛西 我们听说她是女朋友 她在最后赛赛赛 不过菲尔普斯说 她不急着找天命真女 而第一天当闲闲美带子 她却如同平常练习时一样 六点就起床 而当传奇还在摸索着不游泳的日子 要做什么时 所谓江山带有才人出 菲尔普斯奥运得牌数 或许实在是难以超越 但是泳坛一哥的位置 早就已经有人虎视眈眈 可能会有更多的事件 可能会有更多的事件 我认为美国的美国 I'm Ryan Lochte And I'm here to finish first